第一个AI不是未来 It's now 就是现在 我其实在上次第一次上节目的时候 占了很多来宾的时间 讲了我们为什么会有台积电 因为我们1973年就成立了工演院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想在AI里头 这个领域里头 像我们在台积电里头这样的成绩 我们应该要一二十年就要成立类似的 即使不是政府的 也有一定的预算 第一个便到各个学校里头去 那我先告诉大家 其实台湾有个叫时代基金会 是我的老师 也是蔡英文的恩师 她对蔡英文帮助很大 叫做徐晓波 她成了一个时代基金会 这个时代基金会foundation 就把台湾几个企业 包括台积电 包括广达 全部都列入进来 所以广达现在 林白里变成首富 为什么 因为一开始他们就看到了AI 多久之前 十年之前 所以蔡英文这八年在做什么 十年之前台湾的企业就已经看到了这个方向 那正量是这个领域里头的专家 他待会儿已经可以讲更好 亚洲所有的国家 所以后发的经济会在后来可以跟欧洲跟美国在很多经济里头一拼 最重要的就是国家的角色 因为国家本身领导产业 然后国家投资这个产业 这个投资方法可以透过投资给企业 透过免税 透过鼓励 透过各种方式 然后还有透过教育 全部一整套起来 所以由于这个国家state 我们讲国家所扮演的角色 因此它使得亚洲这些后发性的经济体 居然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头超越 已经在科技里头领先亚洲将近100年的欧洲跟美国 这是所有做亚洲进行研究的最重要结论 而这几个国家就是日本 韩国 台湾 新加坡 以前有香港 那这些国家崛起现在的原因就是如此 那印度也是如此 它就发展软体 所以你刚刚列了里头有三个亚洲国家 一个是日本 一个是印度 一个是新加坡 那新加坡的预算很高 那我们预算多少钱你拿回来看 后面一张 你的预算后面那一张 不是 你现在放这一张 科技预算113年度的 对我们今年的科技预算是1438亿 这让你知道它分成几项吗 这是我把它查出来的 它分成它1438亿台币 只有42亿美元 它要做6G 要做太空 要做扩大近零台判 扩大生成AI带来的机会 它这1438亿 全部投入任何启动一项都不够 然后我们要投入AI的正式预算 是总共全部你刚才讲的3000亿 分10年 现在先启动1500亿 分5年 正常刚才说笑死人 他用三个字来形容 那我只能够讲说 我们这个国家 它会衰落 跟老百姓每天都在讲 两岸关系 然后内心里头都在想 这个外省人是不是会卖台 都是这种议题 所以我说我好讨厌 跟台湾大多数的政治人物 讨论政治问题 我不是只正在他们 我只是说台面上 你看赖清德 他最后讲我一件 一跳跳到没有多久 讲到后来就变成 人家是对岸的人 所以我说这个叫大肠包小肠 永远就只有这么一招 这招已经用了多久 不好意思 从我40岁用到我65岁 老人这搞什么鬼 这国家在25年来 只有这个议题 然后别人的AI 在一直往前进 新加坡现在排第十 它什么时候开始AI 它是2010年 日本什么时候开始AI 是2005年 印度是它本来软体 就非常的强 美国很强 一支独秀 为什么加拿大排到第五名去 因为美国就整天 要限制这个技术 限制那个技术 大家要进中国市场 所以很多人就跑到加拿大去 那我讲很多各个国家 都把它当成将来国家竞争力 最重要的事情 而他们把它当最重要的事情 这件事是发生在十几年之前 所以我们落后到的一种程度 所以你应该是痛定思痛 你现在编的预算 应该是一年三千亿 什么叫十年三千亿 可是我们的国防预算多少钱 我们看到113年 我们的国防预算是 5863亿 这就是一个很强烈的 2024年就5863亿 然后我们的AI真正的预算 只有300亿 真正我不晓得永平 你们大家怎么样看 所以你留给这个国家 你整天在骂蒋经国 你可能不如他一个小指头这样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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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